這個19歲九生員涉嫌在2021年8月12日 在馬鞍山西沙路行人天橋非禮年過80的婆婆 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開審被告否認控罪 婆婆作供時說當日清晨3至4點 她如常出門口到蟹琴灣外面天橋做運動 其間一個男人在她身後面經過 起初大家都沒有理會對方 那個男人繼續向前走並在橋上吸煙 她就繼續做運動 大約10分鐘後男人突然接返 從後面用左手掩住她的嘴 右手就隔著衣服握她右邊的胸部 再移到她的下身握她C柱兩至三下 整個過程歷時大約一分鐘 她隨即大叫 救命呀 非禮呀 男人之後沿著樓梯往西貢方向逃去 她說當時 驚到鎮鎮躬 不久後就回到家等心情平復後 先由孫仔陪同下報警 被告住在西貢區 案發當日曾踏往反尖渣咀 和馬鞍山的通宵巴士 被告不爭議婆婆的口供 和控方依賴的11段閉路電視片段 但質疑疑犯身份 便方問婆婆 如何判斷起初橋上經過的男人 和10分鐘後飛禮她的人是同一個人 婆婆強調 警員作公說翻查附近閉路電視片 發現當日凌晨3時 一個穿黑衣黑褲戴黑色漆帽的男人 曾經沿著樓梯上涉岸天橋 大約5分鐘後 經同一條樓梯離開 急步走去西貢方向 橋上除了婆婆在此神運 並沒有其他人上落 大概20分鐘後 黑衣男人出現在西沙路 當時已經脫下了頂帽 並沒有戴口罩